百貨公司週年慶開打 所有貴位都忙得不可開交 但在這裡有一位正妹公讀生 讓百貨公司出現最美的風景 她就選擇從南部的大學那邊 轉到台中的這邊的大學 甚至選擇夜間部 那無疑就是希望能夠多在這邊 尋找一些工作的 簡單的工作的機會 能夠多一點的時間 能夠陪伴她媽媽 正妹江品軒21歲 在化妝品專櫃公讀3年了 長相相當甜美 會來到百貨公司工作 全都是為了要陪伴 三年前中風的媽媽來站櫃 就算是她生病 但這份工作是她的快樂 所以她還是希望 她自己能夠在工作職場上面 但是可能我多少 還會有點擔心吧 母親復健後重回職場 為了就近照顧媽媽 她三年換了7個專櫃 平時就陪著媽媽整理訂單 向廠商訂貨 下班再扶著行動不便的媽媽 前去搭車 有人會覺得說 她生病就應該在家好好休息 可是我覺得 生病要好的最重要之外 她要有快樂的心情 正妹的孝心感動所有同事 不但很肯定 江品軒媽媽的工作能力 也很開心能有這位小幫手 江品軒人美心年美 讓百貨公司週年慶 多了一點溫馨 介入鞏魚的台中報導 是一直去製造的 空間 對 我們要去靠 那邊 洞